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债务和爱情》的故事 韩太义是一个高利贷为生的混混 在收债上很有手段 每一天韩太义游走在市井之间 每个借钱的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不可能乖乖地交出钱来 杂货店的老板死活不肯拿出钱来 说是要进货,要生活,还有孩子们的补课费 这种情况他见得太多太多了 拿起灌烂汽油的瓶子就往嘴里给倒 威逼着老板给钱 实在是没有办法 老板将辛辛苦苦赚的钱交给了韩太义 韩太义也不是那种坏到骨子里的收债人 临走时他给杂货店老板一打钱 说是为了给孩子的补课费 毕竟家境再好也不能苦了孩子 孩子可是祖国的花朵 韩太义就职的公司是隐藏在一家饭店后面的金山实业公司 老板每天就是打打麻将 吩咐手下去收债 这一天公司遇到一笔棘手的债务 债务人不肯还钱 老板派出去打手都无能为力 只好请出韩太义出办解决 韩太义的工作能力极强 他来到债务人所在的医院 债务人处于昏迷状态 根本就没有能力缓缓 他只有一个在一旁伺候的女儿 周浩婷 太义见此情景 只能硬着头皮去收债 他不停地骚扰病床上的病人 浩婷不停地恳求他们不要这样 可是太义他们根本就不听 最后将债务人的管子都拔了 将他的父亲连人带床一起拖走 陷入绝境的浩婷只好妥协 和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还债 不然就要去卖肾 他绝望而无助 贪坐在沙发上 任由那些人的摆布 自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 浩婷的生活回归了瓶颈 只不过这瓶颈是暂时的 父亲的医药费和高利贷压得他喘不过来气 太义一如既往的收债 穿着一件花扇衫 游则在大街小巷 无意间在十字路口看见了下班的浩婷 或许是出于好奇 他跟着浩婷来到了医院 浩婷被巨额的医药费压得传播器来 不得不出车自己的小轿车 只有一切都被太义看在眼里 他似乎开始同情这个女人 在一个晚上 他在浩婷的下班路上堵她 以清空命令的口吻 邀请浩婷和她喝一杯 不想把事情闹到浩婷只好同意 到了酒馆的太义 不停地劝浩婷卖慎 这让浩婷气愤地离开 浩婷的行为 在太义看来是不知好歹 自己喝个铃铃大嘴回家了 虽然说太义一天到晚没个正行 但是他十分疼爱自己家人 很大方地给自己的侄女零花钱 太义今年已经40岁了 他还和自己的爸爸住在一起 太姑娘说他爸爸 对太义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自立黄金都在关心他 太义对于这样的关心早就停烦了 他急匆匆在医院附近下了车 他来到浩婷父亲的病房了 看到他们妇女两个欠下大大小小的账单 浩婷看到太义气久不大一出来 太义美名其余是为了帮助他 可是帮助人家总不能劝人家卖肾吧 浩婷根本就不利用太义的情 气冲凑离开了 太义是真心想要帮助他的 他回到公司将浩婷家的账单拿出来 恳请老板让他负责这个案子 老板一眼就看出来 太义对人家女孩有意思 但是公司也有公司的规矩 至少要把本金收回来 太义更加得寸进士 找到浩婷工作的地方 面对太义的骚扰 浩婷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报了警 结果警察并不予于受理 因为自时时中 太义都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 警察劝浩婷回去 太义的侄女来领他回家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警察局了 他是警察局的首客 而且太义还在缓刑期 他回到家里 哥哥一家人也和爸爸住在一起 哥哥很是看不起太义 觉得他整天无所事事 还经常闹事 太义似乎已经早已习惯 一回到家就躲进自己的安乐窝 太义查看浩婷家的债务清单和协议出 深夜还给浩婷送去了宵夜 干起了护花使者的工作 不仅如此 他竟然还给浩婷重新写了一份债务协议书 这份协议绝对是对浩婷有利的 可是这也是一份假公祭司的协议 他要求浩婷每天必须和他见面 这就是赤裸裸的约会 在债务面前 浩婷只好低头去见了太义 浩婷自然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直接聊天问太义条件是什么 太义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到浩婷是怎么想的 单纯像小绵营的浩婷说 见面的时候就应该走走路聊聊天 太义一下子就脑了 见个面走走路聊聊天 就像磨掉几十万的债 这怎么可能 他又不是冤大头 浩婷也不是傻子 在知道太义的心里如此龌龊后 气氛离开 太义百思不得其解 本来想哄人家开心的 怎料又把人家给气走了 更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想见浩婷 在三思所之下 他还是去找浩婷了 人家说啥就是啥吧 散步就是散步 聊天就聊天 偶尔喝喝酒 这完全是要想恋爱的节奏 浩婷直败地问出是不是喜欢他 太义很是心虚 他不知道该如何所达 好在浩婷根本就没有神究 面对债务压力 他很快就妥协了 两个人签下新的债务协议 第一次的约会 太义很是开心 可是浩婷并不这么认为 他只觉得这是一种负担 太义十分享受 完全将这样交易当成了恋爱 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想方设法 讨人家开心 中午的时候还会给他送饭 可是面对太义的殷勤 浩婷总是不屑一顾 太义每次去见他 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而浩婷只当作只是一种任务 吃饭时 从来都是安静地坐在一旁 根本不和他一起吃饭 直到浩婷看见太义 给他的爸爸擦身子 完全没有嫌弃 而且十分认真的养子 太义自此开始 和浩婷约会 就把自己当作了人家的正盘男友 承担了浩婷的一部分责任 浩婷开始慢慢地接受了太义 开始与他一起吃饭 这样太义很是惊讶 还不忘给他的碗里加菜 他同时变着花样地去接近浩婷 比如去他的公司办理业务 只要有机会 他就和浩婷在一起约会 渐渐的浩婷没有那么害怕太义了 反而开始习惯太义在他身边 太义觉得和浩婷压马路 也是十分幸福的 他的收债方式也是十分缓和的 他不会把人家逼得家破人亡 这引起了老板的不满 老板派手下的人 去逼迫市场的人还钱 中途赶来的太义 及时阻止了手下 这一幕恰巧被浩婷看到 浩婷或许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男人 只知道他是收高利贷的 就给他打上了十恶不赦的标签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他开始有所改观 便又看到他暴力的一面 他和老板发生了争执 老板还是无奈 同意了太义用自己的方式去受账 浩婷像往常一样来医院照料父亲 从护士那里得知 父亲被人带去了天台 他急忙地赶去天台 生怕有个意外 令人吃惊的是 太义带着父亲来晒太阳 还拿着漫画书 认真地给他讲故事 浩婷对于太义次次把父亲带出去 十分地生气 不断地质问 为什么要接近自己 太义只说了三个字 我爱你 浩婷觉得这荒唐透顶 再加上 太义是个游走在暴力犯罪边缘的人 他说的话十分不可信 一定有着更大的阴谋 浩婷想要和他撇进关系 承诺一定会还钱 太义也是一肚子活 他为了讨他欢心 给他父亲讲漫画书 到底是为了什么 浩婷不接受自己 尽管再生气 他还是又回到了浩婷的身边 告诉他是真真真爱他的 这看上去就像他的爱情宣言 之后他便离开了 不和浩婷见面的日子 他的脾气十分地暴躁 每天都埋头工作 无意之间 他知道浩婷父亲去世的消息 太义二话不说就赶到现场 为浩婷操办丧事 原本冷冷清清丧丧礼 一架子人多了起来 这些人都是太义找来的 有一些人是和浩婷一样的欠债人 市场老板也来了 太义很是抱歉 上一次都打砸碎债 市场老板却十分感谢太义 如果不是他 他的单位早就没了 浩婷看在眼里 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慢慢地开始了解太义 葬礼过后 他一直照顾着浩婷 直到他从悲伤中走出来 浩婷将太义对他的好都积在心里 他开始依赖这个男人 接受了太义的爱 得到肯定的太义 时不时地就找浩婷约会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太义却突然入狱了 坐了两年的牢 因为表现脸好 很快就出来了 无处可惧的太义去了警察局 搬领好相关手续之后 找到家的新地址 他来到哥哥家 虽然嫂子和侄女都很开心太义能够出来 但是他的哥哥还是很嫌弃他 大家都不相信 太义是因为表现良好才出来的 太义离开的这两年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父亲得了老年痴呆 经常望东望西 这一天 父亲又忘记了回家的路 全家人到警察局去找父亲 哥哥不断地质疑 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狱 一旁的警察听到还要查太义的身份 哥哥质疑归质疑 关键时候还是要向着太义的 警察查了他的身份 证实太义并没有越狱 出狱后的太义去找浩婷 他对太义十分冷漠 甚至憎恶 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敢渗入了太义 在看到浩婷之后就怂了 大气不敢喘 任凭浩婷骂 太义在家刮胡子 突然流鼻血 原来太义在监狱检查出来病情恶化 才将他提前释放 太义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光 这一切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太义和浩婷在一起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 平静而美好 对未来充满期待 唯一让浩婷放不下的就是太义的工作 每天打打杀杀 催债要债 始终不是个正经人的工作 太义为了浩婷和老板摊牌 不再做违法的事情 为了浩婷 太义一改往日的温和风 使用雷霆手段手牵 争取在短时间内将手头上的事情完成 尽快和浩婷开始新的生活 一期收钱的时候 太义突然运到 他被检查出来脑部有肿瘤 上帝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给了他幸福 又将他推入深渊 巨额的医药费他承担不起 他有十分贪念和浩婷在一起的日子 他不打算将这一切告诉浩婷 因为浩婷就一直为了父亲的医药费 到处奔波 四处求人 他不想浩婷因为他再次活在风雨飘末 三餐不济的日子里 不想打破浩婷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浩婷将自己的积蓄都给了太义 决定和他开一家炸鸡店 浩婷越是开心 太义就越是痛苦 他强忍着自己内心的忧伤 对浩婷永远都是微笑 生活的重担全部都压在这个瘦弱的男人身上 他很贪心不仅想要开炸鸡店 还要陪在浩婷身边一生一世 其实自己十分不愿在做非法的勾当 还是决定和老板做最后一段生意 为自己的命不过一次 赢则幸福美满 输则血本无归 他将浩婷辛辛苦苦存的三千万 给了老板作为原始资金 这三千万称赞了他和浩婷美好的未来 以及他的命 太义和老板在赌场赌博 两个人理应外合想要大赚一笔 太义小心再小心 谨慎再谨慎 可还是没有预料到存在的变数 他们半路被人截胡 一群蒙面人冲进来要抢这笔钱 太义死死地抱住这笔钱 不肯撒手 这是他和浩婷的全部希望 蒙面人用铁棒敲打太义的头部 太义反抗 他抓住其中一个蒙面人 发现是老板的手下 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板设下局 当太义找到公司时 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 满脸是伤到太义坐在小酒馆 喝着闷酒 浩婷的未来全让他脚黄了 他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更伤心的是 在未来没有自己的日子里 浩婷该怎么生活下去 浩婷气冲冲地找到酒馆和他算账 太义他没有任何的歉意 他强忍着内心的伤痛 告诉浩婷 他不会和他结婚 自己已经过惯了混混生活 不可能为任何人改变 浩婷生气地打了太义 转身离开 太义知道这一转身就是永别 他和浩婷再也不可能了 愤怒无处发泄的太义在酒馆挑衅他人 和对方打了起来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因为得了绝症 他就被放了出来 让他接受治疗的同时 也有机会再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治不治疗对于太义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他更想用自己剩下的时光来弥补浩婷 给他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他来到之前的老板斗哲 向他要那三千万 斗哲靠着三千万已经发了大财 斗哲十分明确地告诉他 不可能 太义并不打算就这么放弃 夜晚他坐在出租房的角落里 靠着药物 艰难地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要给浩婷一个美好的未来 为了这个信念 他再次孤身一个人找到斗哲 将他在办公室砸得乱七八糟 斗哲也不是吃素的 他将太义痛打一顿 并且丢在冷库里 最后他告诉斗哲 他快要死了 他更请斗哲将三千万还给他 斗哲看到往日的情分上给了他 拿到钱的第一时间 他找到浩婷 可是浩婷看到他手里的钱 十分鄙视他 被伤透心的浩婷 不愿与太义再有瓜哥 太义在与浩婷争吵过程中 突然眼晕 紧紧地抱着浩婷 任由他打骂 回到家的太义 看到父亲正在家里做盒子 这时哥哥从外面回来 太义和哥哥打了起来 指责他为什么要让父亲工作 哥哥一味地指责太义 他从未给家里带来过一分钱 最后父亲阻止了两兄弟吵架 原来父亲做手工 是因为这样能够提高记忆力 太义来到父亲的房间和父亲谈心 也真诚地道歉 他们兄弟两个虽然总是闹不愉快 但还是十分关心彼此的 父亲让太义多谅解哥哥 其实他是很善良的 得了绝症的太义 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他为父亲捏腿 父亲对太义的期望 就是希望他能有个家 有一个爱他的人 太义一直有爱的人 只不过他不能给他带来幸福 日子过得很快 浩婷父亲的忌日到了 他在第一时间 去去拜浩婷的父亲 并且告诉他 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找他 浩婷的话还是那么的坚决 他祝福浩婷好好地生活下去 临走前看到 浩婷还留着他们曾经的合约 这份合约给他带来很多甜蜜的时光 可他不敢多做停留 他怕多停留一刻 自己就会忍不住留下 留在这个曾经被他伤过的女人身边 太义最后的时光 都是和家人在一起 哥哥离发店的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 有人骚扰嫂嫂 哥哥和那个人开打 太义也是一个暴脾气 直接和那个人开打 离发店被砸得七零八落 嫂嫂不愿太义再在家里 让他离开 他收拾了包裹 离开了本以为是自己必方港的地方 哥哥十分地关心太义 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先安顿下来 等嫂嫂消气了之后再回来 不知道去哪里的太义 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 无意之中看到了浩婷 生活中 没有了太义的浩婷 再次露出了微笑 太义通过玻璃看到生活很好的浩婷 安心地离开 不料自己再次流血 晕倒在路边 浩婷看到被抬上急救车的太义 跟去了医院 知道了他了病 原来太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浩婷找到太义 他们看着对方不断地哭泣 太义再也忍不住 伤心地哭了起来 泪水中包含了伤心 委屈 不舍 遗憾 之后的日子里 太义开始和病魔作斗争 即使再痛苦 也要忍下去 忍一天就能夺活一天 和浩婷在一起的日子就能夺一天 浩婷一直陪伴在太义的身边 她从不在太义面前哭泣 因为她哭泣 太义的心会更疼 闲暇时刻 浩婷会给太义读她喜欢的漫画书 为她打发无聊的时间 即使太义不断地接受治疗 但是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 身体上下被插满了管子 甚至都不能够睁眼说话 不能对浩婷说出我爱你那三个字 浩婷听见了太义的放屁声 这代表了太义的我爱你 浩婷感动到哭 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时 太义在浩婷面前放了屁 太义告诉浩婷 这就是我爱你的表现 当时觉得荒唐的浩婷 现在听到却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即使太义陷入昏迷 她依旧深爱着浩婷 很不幸的是太义还是离开了 太义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和浩婷结婚 她只将自己的心理难过 告诉了患上痴呆的爸爸 她曾经爱过浩婷 但她不能够拖累她 她没有了爸爸 希望自己的爸爸 能够带她像亲生女儿一样 看似痴呆的父亲 将这些都记在心里 她安慰浩婷 带她如亲生女儿一样 太义走后 她也是不停地会哭泣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篇是韩国爱情电影 当男人恋爱时 爱一个人就要时时刻地为她着想 免她忧愁 给予快乐 不离不弃 太义爱上浩婷 是太义的幸福 浩婷将她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 拯救出来 获得关爱 浩婷遇上了太义意识性 太义让她免受生活的无奈 成为她坚强的后盾 让她有勇气好好地活下去 获得爱与被爱的历练 她已陪伴浩婷的时光是短暂的 但是却借行了一生一世 只爱一个人的诺言 将生命中的美好 全部留给了她 这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爱情电影 老油条 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